大家好,主播慷慨有余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是否已订阅本频道,且打开小铃铛。 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高通、Qualcomm公司在多年前就曾进入过伺服器处理器市场, 在2017年,其首款ARM伺服器晶片SandTrak 2400正式上市, 但当时的ARM伺服器生态比较孱弱, 高通的ARM伺服器晶片与英特尔、AMD的X86伺服器晶片相比,优势并不明显。 再加上高通当时遭遇了与苹果的全球专利诉讼, 以及来自博通的恶意收购。 虽然博通的收购被美国政府叫停, 但是高通为了让股东满意,被迫进行了一系列的财务削减。 2018年4月开始,高通裁员了大约1500名员工, 伺服器业务也受到了非常大的影响。 随后,在2018年5月,高通开始逐步放弃伺服器晶片业务。 但是,随着高通收购Nuvia, 并成功利用其自研的CPU内核推出Snapdragon X系列AIPC晶片之后, 高通希望借助自研的CPU内核重回伺服器处理器市场的企图, 也愈发明显。 高通收购Nuvia时特别提到, 会将Nuvia Phoenix核心用于客户端PC处理器, 而非资料中心。 尽管Nuvia最初目标就是资料中心, 但核心限明为Orion, 并用于高通Snapdragon XTC处理器。 2024年上半年, 就有传闻称, 高通的正在研发的ARM伺服器处理器研发代号为SD1, 预计将采用台积电5nm制程N5P, 内置80个由高通子公司Nuvia自研的Orion核心, 主频最高3.8G, 支援16通道DDR5G一体, 最高传输速率5600MHz, 同时还拥有70个PCIe 5.0接口, 支援CXLV1.1, 9470帧LGA插座, 支援双插槽配置的伺服器等。 随后, 在2024年6月的Coputex2024展会上, 高通执行长Christiano Amon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除了行动装置PC之外, 高通未来还将会面向资料中心汽车领域, 推出基于Nuvia研发Orion内核的 Snapdragon消融处理器平台。 这也是高通首次正面回应, 更早前, 关于高通将重返四伏器晶片市场的传闻。 需要指出的是, Nuvia在被高通收购之前, 其创立之时设立的目标就是打造高效能的 Aung伺服器晶片, 已和Intel智强、 AMD骁龙等X86对手竞争, 这是高通目前业务中相对短板的部分。 而高通在行动图形处理单元GPU、 AI引擎、 DSP和专用多媒体加速器方面, 已经处于领先地位。 在此背景之下, 高通1月中旬通过官网发表的招聘讯息显示, 高通正在招聘四伏器骗上系统SoC安全架构师, 这似乎反映了高通正在组建一个四伏器处理器开发团队。 根据招聘四伏器SoC安全架构师页面的概述称, 高通资料中心团队正在为资料中心应用开发高效能、 高能效的四伏器解决方案。 高通致力于通过重新构想晶片和开发下一代计算平台来改变行业。 加入高通的团队, 您将与世界一流的工程师合作, 创建创新的解决方案, 突破效能、能效和可扩展性的极限。 高通专注于开发基于Qualcomm Snapdragon SoC的参考平台, 提供包括硬体、软体、参考设计、用户指南、SDK等 在内的全面解决方案。 高通在职位详情中写道, 他们正在寻找经验丰富的SoC安全架构师加入高通的团队。 如果您对硬体安全架构有深入的理解, 并热衷于在先进工艺节点构建和设计复杂的SoC, 高通将很高兴收到您的来信。 这一关键角色包括通过与其他平台架构师合作来构建下一代安全系统和硬体基础设施, 以优化整体功耗、效能、面积、PPA效率和安全保证, 同时确保符合行业标准。 这些讯息均从侧面印证了, 高通目前正在开发四伏器晶片。 由此可见, 手机处理器大厂高通官网征材资讯显示, 正在组织开发团队专注设计资料中心四伏器处理器, 或对四伏器处理器生态产生重大影响。 高通曾开发并销售ARM架构资料中心四伏器处理器, 但业务未成功,可能是放弃市场的原因。 然亚马逊Gravatown处理器证明, ARM架构解决方案可行, 资料中心有庞大潜力, 为更多创新者开启大门。 显然,亚马逊成功使高通重新思考, 决定重返资料中心四伏器处理器市场。 另外, 英特尔志强Ziang四伏器处理器CPU的前首席架构师 Celash Cutiply表示, 他已经加入高通, 目前高通正在组建团队 已进入ARM架构四伏器处理器市场。 Celash Cutiply在英特尔工作了28年, 曾担任公司高级研究员和志强处理器的首席架构师。 他在1月中旬的LinkedIn上表示, 在1月离开英特尔后, 他加入了高通, 担任高级副总裁。 Cutiply在成为英特尔志强首席架构师之前, 曾担任该公司几款安藤Etanium和志强晶片的首席工程师。 总体来看, 在过去几年里, 高通公司一直在以高通云AI品牌销售, AI加速晶片。 这些晶片得到了亚马逊网络服务, 惠普企业和联想等主要IT公司的支持。 以基于ARM架构的智慧型手机骁龙处理器而闻名的高通, 去年在PC CPU市场重新发起公式, 推出了骁龙X系列晶片, 与英特尔和AMD展开竞争。 骁龙X系列是首款使用该公司新客制化, 基于ARM架构的CPU核心的产品线。 这些核心基于高通在2021年以14亿美元收购晶片设计初创公司 Nuvia所获得的技术。 现阶段, 高通虽改变态度, 并组织SOC团队, 可推测几年内高通会推出资料中心解决方案。 即便细节还不明确, 但首批采高通处理器的电子装置可能是5G平台, 并扩展至6G基地台。 高通若进军伺服器处理器市场, 会对X86架构处理器主导的资料中心市场有何影响? 有待观察。 但目前在伺服器市场, 基于ARM架构的伺服器占比已经超过10%, 生态已经相对完善, 并且不像PC产品那样依赖于X86应用生态。 或许在高通看来, 现在是重回ARM伺服器晶片市场的新契机。 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订阅。 这对侃侃有余是极大的鼓励。 谢谢。